确实我们生存的环境需要大家的重视 而台湾水支援保育联盟以及多个环保团体 就来到立法院前 抗议立法委员主党耗水费的征收 以及意图强修水土保持法 放宽水源区的开发限制 认为水保法一旦通过修法 水库及水区的开发就难以遏制 还要把大部分的水保区 把它列为不禁止开发 那这些很多都是在原住民的生存环境 所以如果说贸然去修法的话 对大家的居住安全会造成更大的危害 这个山林水库及水区 是绝对绝对是我们救命的水不能污染 立法院绝对不能让这个修法进行 不能审这个法 好刚刚就是环保团体的诉求 而环保团体更要求加强水库及水区的保护 限制开发 也反对水土保持法的修法 以免这个水库边缘新建旅馆以及修器开发 同时也为财团大开方便之门 像伤式大的讯克 Además,我果想说